我们甜蜜继续 十公斤的大锤 反复锤打三百多次 是啥滋味呢 这不是在打铁啊 而是安徽寒山的乡亲们 在做一种糖果 花生酥 56岁的方和明 从父亲那一辈 就开始做花生酥 他自己也做了三十多年 由于坚持手工制作 所以他家的花生酥 在寒山县颇有名气 一大早忙碌的一天 就从熬糖稀开始 熬了就把水分熬干了 不摘牙子起来 糖稀熬制到合适的火后 就要及时把提前炒过的花生 倒进锅里 与糖稀充分搅拌 接下来这团花生 将经历千锤百炼 几个人轮流用 重达十公斤的石锤 反复敲打三百多次 直到花生和糖稀融为一体 锤也有讲究 先锤要清锤边 到中间层的石锤 一般要锤六片 六片下来 应该有三四倍锤 充分锤透的花生酥 要第一时间压实成型 等到糖稀冷却后 就制成了 由于糖稀 只有在气温较低时 才能凝固 所以花生酥 也就成为了 秋冬季节的限定美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